原标题 写世界不解 各种笔记也使对他的雷人事迹描写得会声会刺 称他为明朝第一国宝也不为过 陈殷是天顺八年1464年的进士 后升任汉林编修 作为国家行政学院的高干 陈殷上班不坐私车 不开宝马 而是骑头虾驴悠哉悠哉 他的朋友大学是李宗阳 觉得他没有一点公务员饭 就挑了匹好马送给他 陈殷开始斗志昂阳的骑马上班 可过了几天又不干了 李东阳问 车马是本尊精心挑选的 咋就不好了 陈殷很生气 我以前骑那匹家驴 路上可以写六首诗 现在骑了你送的马 就只能写两首了 不合算 不合算 李东阳最喜欢斗他玩 曾经拿个头子跟他打赌 说志 到几点就能猜出背面几点 陈殷说 这是不可能的事 两人赌了几局 李东阳全胜 后来陈殷一人就说 李东阳天动奇才 别人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六面的点数是固定的 他欢天喜地地找到李东阳 说他也能猜出头子背面的点数 没想到 李东阳耍心机 准备了一个道具头子 这下陈殷又猜不对了 他仔细思考了会儿 丢下去 头再来乐语 以为好厉害吧 他调任南京太长四清的时候 门声为他践行时哭声一片 李东阳为胡乐气氛 当场出了个上连说 师徒重分离 不声他太长青也罢 陈殷立即对约 君臣难计讳 便出我大学是何妨 满座破涕为孝 民史中说 陈殷的文章当时与李东阳 成敏正齐名 可见水平非同一般 如果说成敏正是文坛黄药师 李东阳是文坛红七公的话 陈殷怎么也是文坛周伯通 有趣有料 有深度关注公众浩涛历史 和替君一起读历史作者林巫公子来源 百家讲坛杂志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